我姐绑定了个瘦身系统 我每分手一次 她就能瘦五斤 利用这一点 她疯狂破坏我的恋情 我每一任男友都不会超过一个月 而她 轻松成为狂吃不胖的瘦身主播 卖减肥药 卖瘦身客 赚了个衣钵满满 得知真相后 我开始疯狂反击 加进相亲群 一天分手个十四八次都算少的 终于 我姐哭着向我求饶 啊 不能了 不能再分了 姐姐我快不行了 1 锦号余颜颜A4小妖精 借着这波热度 她连播了六个小时 卖减肥药 卖瘦身客 销量又一次充顶 赚了个一波满满 一下波 她拉起正在跟男朋友打电话的我 走 安 我请你吃宵夜去 我摇摇头 直直手机 我约男票了 哪个男票 我姐故意提高声音 冲的话筒喊 是昨天那个发际线告急的富二代吗 还是前天那个年纪 能当咱爸的爆发户 我 电话那端的杨妃 沉默了几秒 于安安 你去忙吧 我还有点事 烧烤摊上 我解满杯奶茶滋溜溜 烹烤炸油 胡吃海塞 反正 她是吃不胖体质 怎么造都没事 我毫无胃口 因为刚才杨妃给我发了一串消息过来 基本上已经宣告了这段感情的结束 于安安 我真的没想到 这半年来 原来都是我一个人一厢情愿 咱俩的是 你甚至都没有告诉过你的家人 我知道我家里不够有钱 但我一直很努力 想要给你一个好的未来 我不怪你 毕竟一山望着一山高 你由你选择的权利 我助你虔诚似锦 早日找到如意郎君 我想发消息解释 可对方已经把我拉黑 打电话 也是盲音 我姐弟上来一串掌中宝 吃点啊 为这种小肚鸡肠的男人 不知道 我真生气了 于安安你有病啊 什么叫小肚鸡肠 正常人听到你那么说 哪有不误会的 你这叫我怎么跟杨妃解释 我姐 有什么好解释的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那些杨的小子又没房又没车 除了长的帅点 有什么好的 姐是为你着想 说着 她故意甩甩头发 学着综艺里 芦田爱菜的姿态口吻 谁会一直嚼着 没有味道的口香糖 一直嚼一直嚼 不想来快新的吗 你知道 世界上有多少男人 呵呵 三十五亿 我没心思听她这些歪理邪说 杨妃虽然没什么钱 但至少是名牌大学毕业 工作稳不上生有前途 更重要的是 我俩爱好相似 很有共同语言 这半年相处下来 我真的很开心 我不想分手的 特别是因为 我姐这样的恶作剧分手 这样的事 其实已经不止发生一次了 自从她辞职 开始做自媒体 从一开始的研制主播 变成了吃播博主 再到后来的减肥瘦身主播后 我的感情之路 似乎也莫名变得坎坷起来了 最早我在大学时 谈了一个男朋友 我姐偷偷跑去跟人家说 跟我妹恋爱 可一定要多迁就她 她有抑郁症 以前搁过腕 还试图跟前男友殉情 当场把那小男生 吓得默瞪口呆 回头发了句 对不起 约安安 我觉得我们还是不太合适 就彻底拉黑了 毕业刚参加工作那会儿 我又谈了一个 马上要谈婚论嫁了 我姐却突然在朋友圈 晒了一张天价的财礼预算单 直接吓退了 我相恋三年的男朋友 我问我姐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眨巴眨巴眼 还是这套理论 我当然是在帮你试试真心啊 一点小小的彩礼就能吓退了 她肯定不是你正确的人 好家伙 婚前一线城市 150平以上的房子 还要写我一个人的名字 写出来一盒XXXL的小雨衣 并一本正经的对我男朋友说 这是安安前任留下来的 你试试看 不能用的话 再买小一号的 这简直是在男人的读点上 瞎蹦打呀 我前男友感觉受到了极大侮辱 冷战了几天后 就彻底不联系了 我郁闷了好几天 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我姐倒是安前马后的陪着我 安慰我 挤翻下来 人也瘦了好几斤 等等 我终于发现了茫生的滑点 好像我每次试炼分手 我姐都会瘦几斤 嗯 夜宵店里 我姐露串不过瘾 又要了一只炸拳机 一份小龙虾 我一口没动 她一个人就着奶茶冰可乐 全燥了进去 几个路人经过 认出她 拿着手机狂拍 这不是余言言吗 真的好瘦啊 宵夜吃那么多 竟然一点都不胖 是啊是啊 你看她肚子上一点都没坠肉 好像比刚才直播镜头里还要瘦 看来她代言的减肥药真的有效 早知道我刚才多强几盒了 我姐大大方方摆pose 估计这一波照片发出去 卖减肥产品的甲方爸爸 又要开始给她提价了 我若有所思 姐 你真的吃不胖吗 其实我挺奇怪的 印象中 我姐上初中的时候还是个小胖子 青春期滚大腰圆 满脸痘痘 她爱美又不服输 为了减肥 也是尝尽了各种苦 甚至还用过催吐这样极端的方法 差点把自己搞得丢了半条命 可也不知道 从什么时候开始 她突然变成了 怎么吃都不胖的体质 有时候我甚至眼看着她的不节制 已经使得下颌腺开始逐渐消失 但没多久又会奇迹般的猛瘦下来 难道真的是因为 有什么神奇的减肥药 我本不信那些玩鹰 那些东西 十有八九都是智商税保健品 根本没有什么科学佐证 真的能有不靠运动 不靠饮食 就能分解脂肪的方法 除非 吃饱了 我姐抽了最后一口冰可乐 拍拍滚然的胃 跟我一起回了家 我看着她 摇露细柳枝的腰身 陷入了M 回家后 我偷偷看她上秤 86斤 下午在直播的时候 我就看她当场过了一次秤 那时候是88斤 这吃了一肚子挠满肠肥 怎么半天时间还轻了 我以为是秤有问题 想亲自上去踩一脚 正好我姐从洗手间里出来 一把将我拉走 你不能用这个秤 我姐很紧张 我被她吓一跳 怎 怎么了 我姐 这个秤有点特殊 是专门按我的身材和体质率 精准教验过的 旁人上去容易那个 数据容易乱 她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着 性性抱走了体重秤 事出反常必有妖 我决定一探究竟 趁我姐白天外出 我撬开她房间的锁 这座两层小别墅 是爸妈留给我们姐妹俩的 她俩离婚后 各自组建家庭 目前都已经去国外定居了 我跟我姐都没结婚 所以一直是一起住的 其实在此之前 我甚至一直觉得 我姐好像总是破坏我谈恋爱 是因为她不舍得我 双脚踩上电子秤的一瞬间 我的眼前竟出现了 一排半透明液晶一样的屏幕 欢迎开启魅力值提升系统 于安安女士 向我好 我 原来是这么回事 我在沙发上看天花板 我脑子有点小乱 我恨我姐实在太不争气 这么好的开挂系统 明明有那么多种选择 但她偏偏选择了 最好吃懒做不劳而获 甚至还要把我的幸福 也搭进去的方式 她就不能像我一样 阳光积极向上一点 啊 既然如此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门口传来钥匙的声音 我姐回来了 身后还带着一个高大帅气的男人 安安你在家呀 正好 这是我朋友林朗 林朗 我妹于安安 你们聊 我去给你们洗水果 三 我忙 啥情况 林朗冲我邪妹一笑 安安是吧 我叫林朗 是个证券经纪人 很高兴认识你 我心想 你高兴的是不是有点太早了 我腼腆一笑 你等等 我有点口渴 先去趟厕所 然后我跑进厨房 问我姐 姐 那林朗 怎么回事 给你介绍的新男朋友啊 我姐一边切橙子一边说 林朗条件特别好 名牌财经大学的高材生 上市公司高管 年薪两百多万 在市里好几套房子呢 我点点头 看出来了 方方面面都挺不错 就是长得有点 像泰国杀契案的男主角 你不觉得吗 我姐 哎呀 她都已经改好了 现在不杀人了 呸呸呸呸 我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赶紧跟林朗好好聊聊 这么好的机会 错过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 我懂了 我姐这两天稍微有点放纵 脸圆了 我不谈恋爱 就不能分手 我不分手 她就不能瘦身 所以她得给我找对象 找到了再分 分完再长 循环往复 牛哥 我大大方方回到林朗身边 林先生 是这样 既然是我姐朋友 我也就跟你打开天窗 说亮话吧 我之前有个男朋友 两人感情挺稳定的 都快谈婚论嫁的时候 他却突然冒出来个老婆孩子 我才知道自己是被三了 我坚决跟他分了手 却发现肚子里有了宝宝 我家性教 不能堕胎 我们认为这是原罪 而且在有了宝宝以后 我们认为母体教 要从此回归圣洁 不能再有性生活 我想 我姐姐应该都跟你说清楚了吧 真的很高兴 能遇到像林先生 这么大爱无疆的男人 愿主保佑你 阿弥陀佛 林朗 谢谢在见 拉黑三件套过后 林朗连招呼都没打就走了 我姐端着水果出来 人呢 我微笑着在胸前画十字 她说她的灵魂太低俗 配不上我 躲在房间里 我偷听我姐在阳台打电话 男人的声音气急败坏 不用外放都听得清楚 言言你有病是不是 耍老子 你妹个身怀鬼胎的性冷淡 爱找谁找谁去 我姐进来找我 刚想数落几句 就见我盘腿坐在床上 头上围着天主教的投杀 脖子上挂着基督教的十字架 左手鸡毛胆子当臣服 右手棒棒糖敲夜灯作木鱼 面前还盘了一圈蚊香 我说 姐 我决定入空门了 从此以后 智者不入爱河 建设美丽祖国 我说到做到 真的不再谈恋爱了 我姐慌了 因为她的频道营造的人设 就是吃不胖的电子小猪 每天都要摄取大量高热量饮食 一边吸引人眼球 一边恰犯减肥产品的代言 如今眼看着脸一天 原似一天 他人也焦虑到不行 直播间掉了不少粉 甲方爸爸也开始下最后通牒 再瘦不下来 干脆就当真正的电子小猪算了 见我死了心不肯谈恋爱 我姐没办法 只能试着开始适当做些运动 来控制体重 食物里也尽量换些低脂低油的 但她不知道的是 我早已偷偷换走了她的零卡糖 橄榄油 低脂牛奶 让她在不知不觉中 摄入了比她想象中还要多的热量 让人效果十分不显著 那天我去洗手间 无意中撞到她又在偷偷催吐 我冷眼腻了她一下 问 你觉得瘦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李渊渊看了我一眼 你不懂 在这个人人看脸的社会 胖子是没前途的 我说我不信 我觉得一个女孩子最大的魅力 是她潜在的气质和阳光积极的内心 我姐嗤之以鼻 那你看看每天去做善事的大胖姑娘 会不会有男人喜欢吧 去就去 当我不敢去 我报名了养老院和过儿院的公益志愿者活动 一有闲暇时间 我就去看望孤寡老人 给孩子能些爱心 两个月下来 当我姐还在痛苦催吐 每天生不如死的时候 我身边已经有了七八个追求者 我从不刻意减肥 长得也没有我姐漂亮 只能算是个普普通通的女孩 普普通通的身材 扔在大街上 不会被人注意到一眼的 但我姐不知道的是 那天用了她的电子秤以后 我也绑定了一个系统 做一件公益好事 魅力值增加一点 于是我不停地做公益 从救助流浪猫狗 到帮助失学困难孩子 给重病家庭捐款 给孤寡老人上门服务 我坚持小善成德 渐渐地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虽然我还是那个我 没胖没瘦 我光干净平平无奇 但就是多了很多人欣赏我 喜欢我 其中不乏特别优秀的男生的追求 我甚至也开始学我剪做直播 把我在福利院日常公益分享出去 比我姐的粉丝多得多 如果想要变现 绝对比她赚得更多 我不明白 其实我姐在第一次 使用系统的时候 这个选项就在第一位 标粗加大的字体 高光亮眼 可我姐偏偏没有选 而是选了让我分一次手 她就说五金的绑定 哎 格局小了 四 我姐催吐成疾 瘦下来又暴饮暴食 然后再度服胖 几斤折腾 她终于快扛不住了 最后住院打了一个月的激素 一口气长到了160斤 她求我说 哎 你就快点谈恋爱吧 我说 姐 你就别操心我了 等你出院了 我陪你减肥好不好 咱们健康减肥 我姐狂摇头 不行不行 我真的受不了了 哎 姐这辈子最大的心愿 就是看到你能找个安定的好男人 结婚生子 你就快点谈恋爱吧 行吗 好吧 我给你机会你不要 还打我主意是不是 那我可就真不客气了 我感动得痛哭流涕 我说你放心姐 我一定不辜负你 于是我报名参加了相亲会 相亲会顾名思义 40个男的40个女的 6分钟一圈 一对一循环 每个男人手里都有一只玫瑰花 全部相亲结束后 将花送给自己心仪的女生 结果一圈下来 我收到了36只 把我浑身上下 插得跟着稻草人似的 我不是今天最漂亮的女嘉宾 甚至还有点不起眼 但男人们都说 喜欢我阳光的笑容 喜欢我温柔的眼睛 我姐坐在嘉宾席上 160斤的身体 挤得椅子满满当当 她激动地说 安安 快挑一个喜欢的 挑一个 开什么玩笑 恋爱要谈的 谈起来了 才知道合不合适 我跟一号男嘉宾出去约会 第一次牵手看电影 第二次烛光晚餐 第三次 呃 其实我也不是故意的 但她在买单的时候 跟服务生吵了起来 就因为优惠去按摩不摩铃的事 这格局狭隘得下头难 我说没事 我来买单吧 两不向欠 拜拜 下周末 我又应约跟二号男嘉宾出去 第一次去室内滑雪 第二次去室外滑雪 第三次铲雪车经过 她以为雪崩了 一个人丢下我逃走了 我 又一个周末 我应约跟三号男嘉宾出去 我以成年人光速的 快餐式相亲方式 过滤着爱情 我姐以不用运动 不用结实的方式 过滤着肥肉 终于 她从160斤 减到了80斤 不好意思于先生 我觉得我们两个的三观 不是很合适 谢谢你给我一段时间 美好的约会体验 叮咚 发送成功 不好意思小林老师 我觉得你是个风趣幽默的人 和你相处也很开心 但我们之间 貌似还是差那么一点点来电的感觉 叮咚 发送成功 不好意思李总 我觉得爱情的本质 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的 这么贵重的礼物 我是绝对不能受的 而且我也确实发觉 我们两个在有些地方上的观点分歧 还是挺大 我姐伸出她那骨瘦如柴的手指 一把抓住我的手机 啊 不能了 不能再分了 此时此刻 身高不到一米七 体重却只有65斤的我姐 已经活像一座骷髅了 她恳求我 啊 别分了 别谈了 我不行了 我真的不行了 我想了想 最后还是咬咬牙 不行啊姐 多少肉的身体又收缩了一圈 她仰面躺在床上 嘴巴咔嚓咔嚓的 发出骷髅头一样的声音 她快死了 我叹了口气 姐 你知道错了没 她看着我 手往电子秤的方向指了指 凸显的大眼睛 红血丝密布 眼泪忍不住往下掉 我说行了你别哭了 我都怕她眼泪太多了 回头把眼珠子冲出来 我拿出电子秤 我说 魅力值绑定系统不能更改 但我们有一次机会 是可以与系统解除绑定的 我让我姐自己做选择 她疯狂点头 说求我救救她 她知错了 以后再也不敢了 安安 都是我不好 我鬼迷心窍 我该死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安安 其实你的那些男朋友 也是有错的 对不对 他们要是真心喜欢你 又怎么会为 这么一点点击两句分手的 安安 你饶了我吧 我姐除了我的系统绑定 我姐也承诺解除了她的 生活仿佛再次回到了正轨 我姐不再做直播了 她恢复了身体健康后 开始踏踏实实做生活博主 而我也已经习惯了 隔三差五就做做公益 生活过得快乐又充实 你好 我能请你吃个饭吗 那天我从救助站 把两只小猫送到宠物医院 突然听到一个 温柔干净的男生在叫我 我回头看过去 黑短发 白毛衣 丝丝纹纹的眼睛男孩 是我最喜欢的类型 但我摇头拒绝了 我说 你只是一瞬间上头了 因为我有特异功能 等我从这里走出去 你闭上眼睛 望了我的脸 就会发现自己 没那么想要约我出去吃饭了 其实 我并不太希望 用这样的系统 帮助自己获得爱情 不过 你误会了于安安 其实早就认识你 我不是心血来潮的 男孩红着脸 我这才反应过来 我早就已经跟系统结绑了 五 这个叫冯小杰的男孩 是宠物医院的实习医生 从我之前第一次来这里送小动物 他就见过我 但他并没有像那些 被系统buff控制的男生一样 对我的魅力无可抗拒 相反的 他只是默默的 安分的做好自己手里的工作 甚至没有一开始 就主动上来说些小姐姐 你经常来救助小动物 你好善良啊 我就喜欢这样的女孩 之类油腻的话 只是时间一天天过去 他渐渐习惯了我的出现 渐渐从习惯 变成了不习惯看不到我 你 你之前有两个星期没来了 我有点担心你出事 所以 他终于鼓起勇气 主动约我出去 我笑了 当然可以 不过 你请我吃完饭 我要请你看电影 可以吗 我想 或许这才是我一直以来 特别想要邂逅的 简简单单的 美好的爱情 我跟冯小杰正式开始约会 但现在我已经不住在我姐那了 我搬出来 自己租了一个很干净的小公寓 经过了一年的热恋期 我与冯小杰决定领证结婚 可就在这时候 我突然发现了一件不太对劲的事 那天我们两个正在吃饭 冯小杰的手机突然响了 他看一眼 陌生号码 于是接起来 你找哪位 姓冯的 我警告你离于安安远点 他是老子的女人 早就被老子当成破鞋 玩过千万次 你也不嫌恶心 冯小杰变了脸色 你到底是谁 你再不说我报警了 嘟嘟嘟 电话挂断了 看着我担忧又疑惑的脸色 冯小杰并没有像之前那些男生一样沉默 而是选择了开诚不公的跟我谈 啊 你最近是得罪什么人了吗 有没有人威胁你 我愣住 赶紧摇摇头 我没觉得呀 啊 刚刚有个挺凶的男人威胁我 说要让我跟你分手 但我觉得听他的口吻 应该并不像是跟你谈过恋爱的人 啊 我奇怪 你为什么觉得不像呢 冯小杰 我跟你认识一年 你是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气质 吸引什么样的人 我会有自己的判断 刚才那个人 明显像是受人指使的恶作剧 虽然不明因由 但我心里还是挺感动 我谈了那么多次恋爱了 冯小杰是唯一一个长嘴会问 长脑子会思考的男人 周末我回了趟家 看到我姐 一方面是想瞧瞧她这阵子过得怎么样 另一方面也是想告诉她 我要结婚了 那次的教训之后 我姐看起来 好像真的已经改写归正了 她现在事业也不错 还签了公司 前不久被一个制作人看上 说是要请她去参加一个真人秀 节目已经在录制中了 但还没有供应 我姐还是挺瘦的 不过状态一般 看样子解除了系统后 想要维持能上进的明星身材 还是有点吃力 趁她去上洗手间的时候 我翻了翻她 垫在杂志下面的一份合约 正是那份真人秀的合约 原来 那是一份明星减肥训练营的真人秀 因为我姐以前在减肥主播界小有明星 所以这次主办方专门找到了她 但众所周知 这样的真人秀 都是要签订一些剧本合同的 比如说 她在节目中要扮演什么样的人设 要说哪些话 甚至要受上十斤八斤 如果达不到 就要被判定违约 我默默合上了合约 果然 狼行千里吃肉 狗行千里吃屎 在利益和明星念前 我们一乃同胞的姐妹情 在她看来还不义一妥使 她骗了我 她重新绑定了系统 而这个急功近利的女人啊 她甚至连规则都没有读懂 二次绑定系统是要付出代价的 那就是 这一次 我作为反转权力人 我主导 我才有资格叫停 姐 我跟冯小杰要结婚了 这一次 我不会再分手了 我说话的时候 是看着她的眼睛的 我给她最后一次机会 我知道啊 所以我给你们准备了新婚礼物 安安 祝你们新婚快乐 余颜颜笑着说 六 余颜颜送我的礼物 是一份车在熏箱 我不会开车 于是把她放在了冯小杰的车子里 第二天 我上班去公司 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你是冯医生的女朋友吗 她今天在诊所突然昏倒了 现在已经被送到附近的医院 你快过去一下吧 电话是宠物医院打来的 是冯小杰的同事 我二话不说 赶紧打车赶过去 但路上堵车厉害 紧敢慢赶 还是花了一个小时 等我到医院时 医生说 没事了 应该只是普通的 的确糖血运症或者药物过敏 人已经醒了 在病房观察 我急急忙忙往病房去 站在门口时 就听到里面有个女生 娇嘀嘀的抱怨 哎呀 小杰哥 你的女朋友怎么还不来 什么工作那么忙 连自己男朋友都不顾吗 冯小杰 是我让她慢点来 不着急 女生 小杰哥 你可真体贴她 可惜她 要是能体贴你一点 就不会每天明知道 你工作那么忙 还要送她上班了 冯小杰 我喜欢送她上班 女生 要是我男朋友 每天都能送我上班 小杰哥 我照顾你 她不会吃醋吧 冯小杰 不会 你本来就是护士 你照顾是你的本职工作 女生 才不是 她要是不吃醋 说明她不在乎你 冯小杰 她会吃醋 只是不太吃那些 一看就不是对手的人的醋 女生实在没趣 小杰哥你喝什么 我给你倒吧 你看你身边没有个女人 知冷知热的照顾 是不行的 冯小杰 绿茶 女生按一声 娇称 你是想说我是绿茶女 冯小杰 什么是绿茶女 女生 小杰哥 你觉得我算绿茶吗 绿茶就是有一种女生 长得挺漂亮的 然后 冯小杰 不算不算不算 你不漂亮 我站在门口 差点没笑到内伤 以前我怎么都不知道 这冯小杰有这么大的绿茶 杀伤武器呢 我推门进去 女生羞答答站起来 眼神故意躲闪 安安姐 你来了呀 你 你别误会 我跟小杰哥没什么 我 我没误会 谢谢你照顾他 老物费我转给你 然后 请滚 女生气红了脸 小杰哥 冯小杰 别看我 是我老婆让你滚的 我是七宝男 你终究错付了 我 女生气走了 临走前 还故意留了一只丝袜塞到冯小杰床边 我用两根方便筷子夹着 追出去 刚经过走廊拐角 就听到那女的打电话的声音 眼姐 我真没办法 那姓冯的七宝男 你就是弄死她 她也是于安安的鬼 你把钱打一半吧 我也管我不要了 我想了想 转身下楼 从冯小杰的车里 拿出那只熏香 嗅了嗅 皱皱眉 一小时候 冯小杰的血检报告出来了 血液里有一定的致幻剂成分 还好摄入量少 否则在开车路上就发作 可是要出人命的 七 啊 你说什么呢 我可不记得 我送过你们什么车在熏香 我与于炎炎的摊牌 和我想象的一样 她一整个无下限抵赖 直到我把检验报告 丢在她面前 同时甩手赏给她一个大耳光 于炎炎 你是真做死啊 于炎炎也终于露出了不装的表情 我就是重新绑系统了 怎么 我好不容易才拿到这个真人秀的通告 你知道我要翻身 就只能靠这次机会了 资方的剧本太苛刻 半个月内要我瘦掉15斤 你别怪我呀 要怪就怪现在的神北畸形 身材焦虑 再说那个冯小杰也不是什么特别优秀的男人 给猫猫狗狗看病的 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让你分你不分 那我只有 我冷笑 只有让他死了是吗 他死了 我也就分手了 于炎炎 你是不是疯了 听我彻底摊了牌 于炎炎干脆摆烂 反正现在就这样 你不分 我也有的是办法让你分 我就不信你们真这么情比金奸 怎么 你干我干什么 你以为你还能像以前乡亲那样 用阴招对付我 没用的 电子秤我已经毁了 你没机会重绑系统了 你真以为你让俺有这个资本万人迷亚 我劝你 还是乖乖帮我这一次 啊 我可是你清洁 男人能害你 我会真的害你吗 好 我帮你 我微微一笑 于炎炎 我只要再受五斤 你知道我已经到极限了 身体已经出现抵抗了 我真的剪不下来了 啊 你就跟冯小杰分手吧 抱最后一次 行吗 行 最后一次 回到家 看着正趴在茶几上写系帖的冯小杰 我心里一酸 走上前 轻轻抱了他一下 我问冯小杰 如果我跟你说 我想分手 但是我不会给你解释合理的原因 你会相信我吗 冯小杰静静静看着我 两久 点点头 可以 我可以尊重 且不必问 真的 我的眼睛微微湿润 嗯 我相信你 啊 我会愿意相信任何一种可能 除了你不爱我 哪怕你说你变成奥特曼 要去拯救世界 但是 你要允许我决定 在原地等待你的自由 我相信 当你解决了你必须做的事 一定会回来的 我抱着冯小杰 用力点点头 我会回来 一定会的 小杰 我们分手吧 我说 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我们两个人 身份证号不一样 冯小杰 我擦擦眼睛 指着他 你刚才答应了 冯小杰 哦 我拖着行李 回到我姐的别墅 我姐对着镜子转来转去 太好了啊 你看 我又瘦了 我笑 是挺好的 姐 想不想吃宵夜 我姐 不了不了 我还是克制点吧 等节目录完 我拿起手机 冯小杰 我想吃你家楼下的闸串了 咱俩复合吧 你给我送点过来 我姐 半小时候 冯小杰准时出现在我家门口 我接过闸串 抱着他脖子 亲一口 然后皱皱眉 你胡子怎么没刮 冯小杰摸了摸 急忙跑出来的 忘了 我一脸嫌弃 可以带家属 我给冯小杰发消息 喂 我们中国部门去烧烤 要带家属 咱们复合吧 冯小杰 哦 冯小杰 可我想来想去 还是觉得我们不合适 毕竟 咱俩连性别都不一样 还是分手吧 冯小杰 哦 就这样 我一晚上跟冯小杰分手复合了整整六次 眼看着我姐从八十斤降到了五十斤 她疯了一样恳求我 哎 我错了 我这次真的知道错了 你救救我 你解除系统吧 我说 没用了 电子秤已经被你毁了 我倒是可以用反转权利来结束绑定 但我不愿意 怎么办 于是我解嘎了 我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在我姐的社交账号上发布了复告 我希望她的粉丝们能够警钟长鸣 要健康积极生活 树立正确三观和审美 不要过于追求病态 一时间 网上各种声音激起千层浪 余颜颜的最后一次热搜 是她骨瘦如柴的打马仪容 那些营造身材焦虑的营销号 以及减肥产品资本 也终于消停了好一阵 我跟冯小杰结婚了 婚后我很快怀孕 被这家伙从一百斤喂到了一百三十斤 生下女儿后 我虽然有开始复健运动 但也一直没有恢复到年轻时候的好身材 冯小杰告诉我 只要健康快乐就好 即使肚子肉肉的 脸蛋圆圆的 但我依然是她眼里最美的女孩 我们一家三口幸福生活在一起 有空就去做做公益 旅旅游 拍拍照 原来 幸福的婚姻才是女人最好的化妆品 晚安